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看 他们的发明 这是一个自动化妆盒 下一位 我发明的是一个自动炒锅 尝好了 是童老师 放心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学校最喜欢发明创造的学生 粗心超人 我发明的是超级无敌 终极武器 超级无敌 终极武器 哇 竹心超人 你好厉害 快让我们看看 哇 这个一看就是终极武器 为了掩盖武器的身份 还伪装成一张桌子 厉害 其实 它 它真的是一张桌子 终极武器是桌子上的鼠标 哼 什么重极武器啊 不过是个小手标而已 台湾 最终质并快桃 幸但是 蛤 没用的发明 打打怪 发你去一个星期的厕所 可不管我的事啊 我什么都没做 这么危机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我要发你去一个星期的厕所 可不 我还没开始破坏就被击中了 等着 我还会回来的 粗心超人发明的终极武器 根本瞄不准 没用的 一定能瞄准的 我正在研发一个 百发百中目标锁定器 到时一定能锁定目标的 谢谢老师 百发百中锁定器 小小怪 我们一定要偷走粗心超人的武器 如果被击中了 我们就完蛋了 可是将军 你现在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怎么扎车 哈 找到了 鼠标找到了 设计得还真像老鼠啊 将军 它真的是老鼠啊 好久好久 抢球真是痛快 是啊 小小快加持 赶紧撤 哦 那边 窗户 知道 将军 我是说窗户危险 不能跳的 等 我去找百世通老师拿锁定器 嗯 你试试 嗯 嗯 嗯 锁定器就好了 啊 看来这个目标锁定器还有点偏差 我再拿回家改一改 幸好还有偏差 对啊 只是打中你 没有打中我 别笑了 我们马上去阻止百世通 研究那个目标锁定器 可不 这学校果然恐怖 躲在树后面也会被发现 你们俩大半夜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是来阻碍你 阻碍 阻碍 呃 他是想说 对不起这么晚阻碍了您的休息 我们是特地来看老师的 看完了 拜拜 还有什么事吗 呃 我们口渴了 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喝口水啊 那进来吧 嗯 我还忙 要喝水自己倒吧 老师 你家好脏哦 呃 我本来帮你打扫一下 哦 不用麻烦了 不麻烦 我扫惯了 我真的不用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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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您累了 我帮你按摩一下吧 啊 对呀 按摩有助于缓解疲劳 哦 不用了 哦 真舒服 哎呦 一点也不觉得 我要告诉你 我机器人要求的按摩力度就是要慢 才舒服 哈哈哈 俗形超人的发明 加入我的目标锁定气候 终于研发成功了 让我们再次有请俗形超人为大家展示 小小怪 下士 没办法了 待会我们直接冲进去 把终极武器抢走 是 将军 太可恶了 那两个人是谁 居然把我的限量版帽子给抢走了 准备释发 别开枪 我不断了 我投降就是了 不关兽 开机超人变身 我们的机车拿去维修了 原来你们就这点凡事啊 看我的 祖先超人 快用你的终极武器 终极武器 到这儿 我把我们实习生人就在我们结束了 原来是下火人的 二十二十四九八十五十八十八七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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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终极武器果然能百分之百打中目标 不过竟是时间久了一点 将军 我记得粗心超人的终极武器是个鼠标啊 怎么变成帽子了 你觉不觉得这帽子很眼熟啊 原来是你们两个抢走我的限量本帽子 把你们洗一年的厕所 不是吧 甜心的美食 好了 以后要小心 不要再弄伤了 对了 你一定是饿了 我请你吃我亲手做的点心吧 小小怪下士 这块牛排让你先吃 大大怪将军 你先咬一口鸡腿 这是给你的花 不对 快点继续吃 送什么花啊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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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的大将军 竟然饿着肚子看人家吃牛排 嘿嘿嘿 将军快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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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客气 博士 试试我的新菜 糖醋排骨 哦 哦 我错了 这个是番茄炒蛋 哦 那个才是糖醋排骨 哦 啊 哦 其他的菜都好了 我去拿给大家试一试 还有其他 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只有对不起 甜心超人了 哦 小心超人 你今天又不会来吃饭吗 嗯 哦 每天都不会来吃饭 难怪这么瘦 吃饭啦 嗯 打碟啦打碟啦 把午饭交出来 啊 什么 快把午饭交出来 不然 翟博士就没命了 啊 原型超人 救命啊 可是 你为什么要抢劲我做的午饭呢 嗯 嗯 你做的午饭好吃啊 全外星人都知道 啊 真的吗 别啰嗦了 快点交出午饭 不然 我就开枪了 嗯 可是 你你拿的是香蕉啊 啊 啊 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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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饭盒掉出来 啊 点心超人 啊 好好好 啊 啊 不行 我不要这个 啊 我要开心超人呢 啊 反正 不都一样吗 我不管 我就是要开心超人呢 给 嘿嘿嘿嘿ñas 霍师你没事吧 呃 呃 啊 没事 我出去走走 呃 呃 等一下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我们就 那是怎麼樣啊 就是打劫啊 汽油 我搶到了 什麼只有你自己的 我怕拿多了露餡啊 真沒義氣 這次我來 開心超人知道了 一定很難過 啊 大姐 把午飯交出來 你怎麼又來了 啊 看清楚點 剛才那個是我兒子 我是他爸爸 你們長得真像 別囉嗦 我要花心超人的午餐 給 博士 你沒事吧 哦 沒事沒事 我出去走走 咬咬精 我知道哪裡有吃的了 太好了 我的也拿到了 就只拿自己的 真沒義氣 博士 你放心吧 看我的 唉 怎麼對開心超人 和花心超人說呢 大姐 把全部午飯都交出來 啊 博士 你怎麼老被抓呀 啊 我也不想的 可是怪獸的 媽媽媽 媽媽不碰過我呀 媽媽 別找胡子嗎 不是說我們外星人都找胡子 快點 把午餐交出來 兩個我都要 不行 搶劫也要有職業道德嘛 一次 一次 只能搶一份啊 啊 那 那 那把素心超人都給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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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嗯 為了最後一份飯 你就留在家裡吧 甜心超人 嗯 嗯 我們回來吃飯啦 嗯 嗯 對不起啊 你們的飯 都被怪獸搶走了 只剩博士的一份了 什麼 這萬惡的怪獸 博士 你太幸運了 能吃上甜心超人的午飯 你們這只沒義氣的傢伙 啊 我要舉包 啊 舉包什麼 啊 沒什麼 啊 打不了 我們幫你一起吃了 這還差不多 啊 這裡果然有吃的 可是 我們怎麼能搶到呢 嗯 嗯 我有辦法了 啊 你吃多點 嗯 還是你吃多點 嗯 還是給粗心超人吧 大家 真有愛 都怪我不好 讓怪獸搶走了 大姐 把午餐都交出來 好 就給你吧 不行 嗯 這是我們最後一份了 嗯 愚蠢如何 也不會給你們的 哎呀 啊 不好 我又被閒遲了 博士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呢 快點把午飯交給我 嗯 對 快點把午飯交給他吧 那不就是一頓飯嗎 快給他們吧 對對對 就博士要緊啊 不行 我 染無可染啦 嗯 嗯 Orang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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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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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不就是一顿午饭吗 你至于下这么重的动手吗 对不起 刚才我太冲动了 把你们弄伤了 你们没事吧 别过来 真可怜 为了顿午饭 被打成这个样子 将军 我饿得走不动了 小小怪傻事 太可怜了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铁金超人 把我的饭给他们吧 可是你们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要助人为乐 那好吧 你们拿去吧 太好了 谢谢 真可惜 吃不到天心超人的饭菜了 是啊 吃不到天心超人的饭菜 我会睡不着觉的 吃不到天心超人做的饭菜 我的肤色又变黑了 我吃不到 我吃不到我会很开心 我吃不到我会不开心 真的吗 大家也不用这么失望 其实刚才我给怪兽那些 都只是餐前小铁而已 真正的大餐还在这里哦 将军啊将军 我才离开一会儿 你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为人是吃了很难吃的东西 究竟是沈下的毒手呢 赶快救人 将军 我本善良 根据我的经验 司令的表情如此凝重 定有大事发生 如果再敲桌子 就更严重了 如果司令再摇头 那就灾难了 大事不妙啊 司令 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糊了 哎呀 又是 司令 我们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呢 确实有大事 今天大坏事 司令要我们做一件 惊天大坏事 惊天大坏事 司令要我们做的 惊天大坏事 就要成功了 对 只要我们把这条引线点着 把这个水库炸了 星星球马上就会淹没成海底世界 小军英明 你干什么 不是现在点的 大大坏事令 大大怪将军 我已经把定时炸弹装好了 用定时炸弹就不会受伤了 对 绝对安全 因为我把爆炸时间定在下个月了 聪明吧 哪有人定这么久的 气死我了 快去重装 是的 大大怪将军 好可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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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这么快就完成这件惊天大坏事 司令一定很高兴的 他将军英明 哈哈哈哈 您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是卓木鸟的声音 要是他卓穿了热气球 我们就快掉下去了 放心 我把他搞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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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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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怪先生 以一己之身 永久星星球 成为英雄 本少以 英雄大使的称号 啊 啊 从今天起 英雄大使 他要经过九九八十一个村庄部落 最后走到最西边的沙漠王国 做情善活动 届时 陶瓷姐姐全程跟踪拍摄报道 市民每天都能看到英雄大使 当然 记得投放广告啊 我们的广告热线是 喂喂喂 能不能先放我出来 再说你的台词啊 我要做大坏事 谁要做英雄大使啊 为了英雄大使的安全 我们将会派出开心超人 做保镖 全强不送 我要掺词除掉开心超人 这就是我要做的今天大坏事 明白 将军 把郁寒衣服带上 我不怕冷到 把去文水带上 你已经给过我了 把护肤品也带上 不 谢谢博士 你们不觉得只有我一个人走很不公平吗 现在英雄大使一大大怪先生徒步探访小村庄 沿途不停做善事 哦 哦 哦 喂 开心超人 你别落墙我的镜头好不好 大大怪叔叔 我只是想帮助你呀 不用 你不用管我 就是帮了我了 大大怪叔叔让我不要管的 小小怪 下世 你来得很及时啊 谢谢 不客气 怎么突然有个心警 我布下的 现在我们继续保 新闻报道 我们的英雄再次奋不顾身舍己救人 实在令人感动啊 可恶 我要做的是今天大坏事 不是要做好事啊 英雄大使 我叫小孩刚出生 可以帮他取个名字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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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大使 我邻居家的收音机坏了 可以帮他修理一下吗 英雄大使 我家都下水到处了 可以帮我通通吗 英雄大使进入一个村庄 在窗无数上棋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哦啊啊 menos 哦哦哦 哦哦啊 嗯 哈啊啊 Code 大大怪叔叔 你看我们来到沙漠王国了 今天英雄大使代表星星球访问沙漠王国 传递有意的信息 这要我炸死这里的沙漠国王 连国就会大战 我的今天大坏事就会成功实现了 英雄大使别紧张 用最珍贵的水泼向来冰 是沙漠王国最高的阴兵方式 大大怪 我派去协助你的两只最强怪兽到了没有 什么怪兽啊 一只叫惊天 一只叫大坏事 是灰星星球的国宝级怪兽 原来惊天大坏事是两只怪兽的名字 可是没有出现呢 他们就是惊天大坏事 啊 啊 糟了 全给我弄伤了 啊 报告司令 他们都到了 大大怪叔叔不用怕 有我保护 谁也伤害不了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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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怪叔叔 不用怕怪兽 我不怕怪兽 我怕你啊 啥开心超人的头功 不能让今天和大坏师独揽 你过来干嘛 大大怪叔叔 不是你回首叫我过来的吗 英雄大师大大怪先生 再次在关键的时刻 拯救了整个沙漠王国 成为史上最大的英雄 大大怪 赶紧让今天和大坏师回彗星星球 总统召见 啊我的今天大坏事啊 双拼神通 大大怪将军 到我了 五头三 果然很忙 记住 一定要按照书上写的作 这次我一定要打败超人 占领星星球 小小怪下试 是 把司令记得书拿来 是 大大怪将军 将军 书来了 司令说按照书写的作 念 左手抚摸肚子 顺时针转三圈 再逆时针转三圈 每天三次 将有利于婴儿成长 婴儿成长 不是那本书 我让你拿的是 终极武器设计书 可是将军 我们早上收到的那份 终极武器设计书 不见了 啊 为什么呀 我大大怪将军 玉树临风 相貌堂堂 还经常坐公交车让座 负荷婆过马路 上天就这样醉我 烦死了 别浪了 张军 我看你这么伤心 想配合你 搞一下气氛而已 别废话 快去找 是 张军 张军 为什么 我们要来学校找啊 家里面找遍了都没有 设计书肯定掉在学校了 张军 有人来了 快掩蔽 转护 我 我 擅放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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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休息超人 说了多少次 不许在教室里玩武器 下次 你再敢在教室里玩武器 我就拿我的 终极武器 对付你 终极武器 在哪儿 老师 我要看武器 我要看终极武器 我要看终极武器 不行 终极武器 不能轻易给人看 就算是它的设计书 我也不会告诉你 它藏在保险箱里 我要看终极武器 我要看终极武器 终极武器 设计书 终极武器设计书 一定是被百事通老师 捡到了 小小怪下试 马上把设计书偷回来 是 教室 可是 在偷回设计书前 我们能先去医院吗 出发 目标 目标 办公室 做过一个武器专家 怎么能做过终极武器呢 既然老师不让我看设计书 那我就自己来偷看 不可能是这个院才会根据 transport 放出 我从雨里的推出 торов 可能选取 太多了 又回答你了 太多了 赢 finger 走楼梯安全呐 将军 门关了 慢慢回去吧 废话 难道还开着门等你来偷吗 打探一下里面有没有人 有人吗 请问里面有人吗 混蛋 敲门会暴露身份的 看里面有没有开灯 就知道有没有人了 将军 里面好黑哦 我看不到有没有开灯 笨蛋 好黑就证明没有开灯 证明没人 工具带了没有 将军放心 未免遗漏 我白天早就把工具带齐 塞进工具箱了 这就对了 这才够聪明 快把工具箱给我 可是工具箱忘了带哦 你可不可以有一次精明点 将军 别急 你看 这么先进的门 肯定是要用指纹开的啦 难道你有百识通的指纹 今天我故意不写作业 成功的让百识通老师打了我的屁股 现在指纹就到我的屁股上 怎么后门是一堵墙 进来学校装修 办公室的门好像赶在了那边 只是拆下来放在走廊的旧门 将军 我们终于找对地方啦 将军 我们终于找对地方啦 终极武器设计书肯定藏在这办公室里 可是 我们这样安全吗 放心 你跟着我绝对安全 意外而已 跟着我走 小小怪 听 有脚步声 它停了 又走了 又停了 将军 这脚步声是我的 我当然知道啦 等一下 有红外线进爆器 红酒带了吗 已经带了 给 谢谢大大怪将军 我们先喝上一杯 牙牙精也好 不是给你喝的 红色的酒 我们就能看到有没有红外线啦 糟糕 到处都是红外线 我们被红外线包围了 动不了了 将军 那些线 是你酒杯上的花纹而已啦 谁教你哪有花纹的酒杯啊 俗心超人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啊 你身上带着的学生证 已经深深地出卖了你啊 忘了拆了 你不是大大怪吗 你怎么知道的 你的衣服上写着哟 对 我也不是小小怪 将军 我逢上去的 聪明吧 笨蛋 你又暴露我们的身份啦 将军 俗心超人也在这里怎么办呢 俗心超人一定是去投中级武器设计书的 这里机关重重 等他找到设计书后 我们再把它抢啊 俗心超人 你是不是来找设计书的 我也是个武器迷啊 要不然我们一起来找吧 好 不是大大怪先生 这里写的是什么 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到呢 汽油 炎尽明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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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我只是说设计书所在保险箱里 可是要怎么开呢 瞄我来 小小怪小事 把听筒拿来 啊 啊 笨蛋 不是电话听筒 是听着气啊 是 是 给 电视上的小偷开保险箱 都是这样的 嗯 里面的齿轮转动得很快 频率好像不太稳啊 能把手拿开吗 有点痒 啊 啊 啊 开进 请回答问题 啊 原来这是智能保险箱 要回答问题才能打开 五加七加九等于多少 小小怪 粗心超人 我们要齐心协力 来 大家把手伸出来 对 我们机长互相加油鼓励吧 不是 大家伸出手来是算那道体 你 我的手指不够用 借你们的来数一数而已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们炸开保险箱吧 二十一 答对了 拿到了 怎么终极武器设计书 有这么多份呢 人呢 我先不管 都带回去研究研究吧 终极识圈 谁偷了我的终极识圈 这是我用来对付你们考试用的终极武器 哦 幸亏被偷了 幸亏被偷了 既然没了终极试卷 那今天的末的考试 就用高级试卷了 啊 为什么会是试卷呢 那我的终极武器设计书在哪儿 找到了 设计书放在厕所了 哈哈哈哈哈哈 终于找到了 一定是当成了阅读杂志放在厕所了 不是 是你上次上完厕所没有纸 把设计书当成厕纸用的 不是吧 我的终极武器设计书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